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媒體人胡孝晨 大家好 以及這個命理老師廖美蘭廖老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另外是財經專家 詹惠珠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命理老師 周應俊 周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塔羅牌的專家艾菲爾 觀眾朋友大家好 元旦快樂 好 歡迎五位 這個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二零二四年流年的運勢大解密 因為今天是這個二零二四年的 一月一號 時間你過得這麼快 很快 但是我們也很感 就是感恩說 老天爺還給我們平安過一年這樣子 那這個大家真的也沒有想到說 這個大約兩年前俄烏戰爭 對 俄羅斯真的入侵烏克蘭 那也沒有想到去年是以哈戰爭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戰爭 到現在還在戰 那麼也因為這樣的戰爭 導致世界上的這個物價大漲 那麼烏克蘭因為他的糧食的問題 全世界運輸的問題 那其實很多事情就是連動的 比方說現在又衍生出這個夜門的清零運動 那麼開始打這個商船在紅海那裡 那美國聯合十個國家 這個開始就是巡邏保護這些商船 那有一點點擴大的趨勢 就連印度洋現在被攻擊了 對 所以全世界局勢的變動 包括美國在圍堵中國的科技發展 那臺灣是一個國際貿易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很難置外於全世界 那所以二零二四年加上二零二四年 我們還有總統大選 那麼二零二四年美國也總統大選 那在在地都牽動了全世界的這個走勢 所以我們今天除了預祝大家新年快樂之外 那麼我們今天也要來看看二零二四年 是一個什麼樣的年 先請教周老師 你說二零二四年是九宮走九子 對 這是什麼 因為二零二四剛好就是 我們那個三元 九雲 他剛剛好就是要換一個孕 他就要換到九孕來 九孕就是九子 九子的掛像就是梨掛 梨掛就是李慧 所以其實二零二四年大家不用那麼煩惱 因為梨掛來講的話 因為他畢竟還是九子 他是一個洗神 所以說還不至於那麼的感覺 他好像說有一點點的 自己在怕自己 不用這樣 不要自己笑自己 也不用啦 那因為梨掛來講的話 其實他在這個 譬如說梨委會 所以說有時候我們應該講說二零二四 到二零四三年 剛好有二十年 這個大運他在走的 因為上一個運在二零零四到二零二三的時候 他走的是更硬 更硬是少男 所以那個時候應該正前二十年 都做一些什麼 小鮮肉 我才有這個這個名詞 什麼小鮮肉 他會比較好 但是記得現在二零二四年開始 到二零四三年 他這個二十年他走的是梨掛 梨掛叫中梨 中梨的話 就是會比較好的就是 中梨就是這裡差不多三十歲 到差不多應該 以前是到五十 現在應該才到六十 就是這樣子 我們中梨這一段的人的女生 一定會特別好 因為這是你們的運 你們的運就是要去搬 要去做 譬如說他有梨委會 所以通信業 資訊業 網路業 還有就是比較快速5G那些東西 電子電腦這些東西 其實都會更好 還有梨它其實是梨 美麗的梨 所以說美容行業 就是美容科的科系的這一關的行業 衣美 時尚 美妝這些都會特別好 就是因為他就會跟著這個行業 整個那個走勢 在這二十年裡面 這些行業會特別特別的好 那現在三十歲 六十歲會流行 流行 其實有那個 應該說有條件 你們可以閃起來 還有就是梨 來說是梨是中空 所以說有時候是太空行業 航泰科技就是那些飛龍基 背飛龍基什麼 種種都會很不錯 再來梨是中火 梨中火 所以梨中火 所以說一些虛幻的科技的 或悉尼貨幣 還有那些 譬如說遊戲產業 這些應該就也不錯 也很不錯 所以說再來這個酒印 應該對我們來講 應該就是要好好把 尤其是在中女 立陶宮三十到六歲 女生會不錯 男生呢 男生他就一樣 你在那裡走 因為你如果說做的行業 譬如說你雖然是男生 但是你做美容資訊 你一樣也是很好 三雞很矮 三雞聽到嗎 聽到嗎 三雞你聽到嗎 就是要踏著你的 衣腳跟著你走 衣腳被我們拉一下 你好運我們就會跟著好運 三雞 跟著走 好 那再請教周老師 十二個生肖今年如何 對 因為我們還是會有一個流年印試 那流年都是甲層 甲層來講的 今年來講的時候 甲層 因為它有一個行衝克害 行來講的話 就是說今年如果 秀齡的 它跟榮是屬於行 那如果行太歲的話 它當然就是好像說 你就明明人家說太歲 它是不大 太歲含很大 那就是說它官不大 但是它的含含很大 就像執行官含很大 所以說你以前的人 你會記得 如果這個風土 如果起立書 他風土叫什麼名字 你所有跟他同名的人 都要改名 對 他不能跟他同名 那這個意思就是 譬如說他就是今年靈 要走他的流年 就是他去改靈的 尤其農又行靈 所以說屬農的可能就是 趙匡運 趙匡運 他弟弟叫趙匡運 他後來就那個匡運 也不能用 對 不能用 一定要改 所以今年最不好的 應該就是說衝太歲 衝太歲是夠 程序換衝 所以如果說 你如果是太夠的人 有些時候就是說 什麼事情都比較少 量力而為 都要硬要衝 衝太歲就說明明 太歲就在那裡 你硬要改變 要改衝 要改跑 那這樣子可能就比較不行 所以做事盡量量力而為 量力 形態歲 龍 屬龍 龍是形態歲 如果說龍的話 因為他比較沒有衝太歲 那麼嚴重 但是他還是一樣 因為做事都有這個祖害 就對了 祖害有祖害 所以你凡事都是要 三思而後行 那就是這兩個生肖 你要注意就是說 我們現在再來 一個龍 一個龍跟一個狗 狗 稍稠的 稍稠的衝太歲嗎 你會想到的衝太歲 如果想涼的就是一定行太歲 到現在來還有一個破太歲 破太歲因為很多人都說 他是偏衝 他做事比較難碎 就是比較難碎就比較難成功 但是你加點心 加點力還是一樣能夠成功 所以說還是一定要守成為上 摩托在衝就對了 然後再來就是害太歲 害太歲今年就是想土的 想土的害太歲你就是 那破太歲是想什麼 想土的 想土的 如果是害太歲就是想土的 想土的就是按部就班 就一步一步來 循規到期 這樣就比較沒事 就是什麼事 想好三思流行 每一步都做好 可是這樣就像不一樣 不要一邊帶太多 我一個一個帶就好 日後再帶沒關係 開玩笑的 再來就是說 今年有義麻 那義麻就是想好就走義麻 那他都慢慢漸入佳境 因為麻本在乡發如冰 只要麻 你如果要賺錢 你就是要種 這樣就發如冰 所以說你只要就是說 想好也不錯 想好也就是說你今年要去種 你不能當人家不在乡 衝的 衝的 衝就衝衝衝 這樣來就有效 再來想處的就是三合 新主型三合 他三合來說就是 他的螢幕會比較順利 可以交好 可以交理 所以說可以不錯 所以說他這也還不錯 再來就想狗的 想狗也是三合 三合他就是極限英文 可以萬書通膽 什麼事情都會比較順利 什麼事情都會比較順利 那今年就太過 他其實是六合 但是他還有一個頭髮 還要走到太過 所以太過的人今年有頭髮 那桃花來講的話 就是說你的外界 外源外界 外那個人際關係會比較好 那當然如果說你如果沒結婚 是最好 對 因為你的原來 如果結婚 請不要 不去再加 不能加 不再加 再加 同時進行 ing 那個叫正在進行室 那個不行的 你教英文 教英文 當然是要這樣 ing正在正行室 正在正行室 就有湯 就怎麼樣 如果說就沒有了 不管兩幾次 你都有那個機會 就對了 那個就是屬雞的 那再來就是屬羊的話 就是說腳踏實地 和氣新疆 其實屬羊的 這都是比較平 比較普通 再來想買來說 是吉星照耀 火氣雄雄 陽藝 神氣陽藝 想買今年也不錯 如屬蛇的話 就是花開乳液 宰狀人員 想著的來說 今年宰雲一定會比較好 再來就是屬豬的人 喜蟲天降 加深百福 就是加溫會比較順利 所以說整個 整體講起來是 都是這樣子 當然不錯 不過我們講 它這是生肖 生肖是在那裡的 那它跟泰水去沖 但是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 怎麼大溫跟泰水沖 所以有時候看八字 它有大孕 還有就是煉日 日乾 日脂 你去沖泰水 那個會比較嚴重 那泰水其實 它對我們的影響力 應該說沒有百分之五十 所以說不用怕 不用怕 是 OK 那慧珠你 你收量的 對 收量今年 天泰水 所以我其實最近心情不太好 因為上禮拜去找老師 老師給我給了我兩句話 他說泰稅當頭做 無喜恐有貨 然後泰稅衝著來 無災必破財 那我上一次 沖泰稅的時候 我摔斷右腳 所以今年 他說我今年要保守 就是不能 比方說投資要保守 沒有 他說財運還好 但是今年的運 是屬於那種內神通外軌 什麼叫內神通外軌 就是跟我越好的人 越可能設計我 所以曾大哥 如果是在假日或是虛日 假時或虛時 打電話給我說 會主要能不能借我錢 老師說絕對不能借 好 後來我們先休息一下